人樓就有千多項修訂發言 又反對拉布的議員就建議改為24小時開會 但就未能得到其他議員的支持 陳婉蓉說說 朝早立法會繼續討論人民力量議員提出的千多項修訂 一開始陳偉業就要求點人數 要在中召喚議員回去會議廳開會 拉布戰踏入第二天 工聯會的王國興向主席提議 改為24小時不停開會 所謂的一千三百多條修訂 是五毛修訂 就是無謂 無聊所需 沒有任何的建設性 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 沒有任何進步性 不要用每天朝九晚十的會議時間 而是直踩下去 做完為止 提議只是得到尖培中支持 他又要求主席曾玉成阻止議員拉布 否則就應該辭職 而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和黃毓民繼續拉布 但是中國人選擇日子 我想局長都知道 是很著重這個時辰的 我會嘗試用這個紫微斗數 四處推命 和不同的術數 和不同的學說 對這場拉布戰 建制派議員會奉陪到底 但認為不可能連續十多天拉布 即使能夠堅持今天 明天也有很大機會留會 亞洲電視記者陳婉蓉報導